接着看一下叶嘉诚 他请教老师的事情是 他今天穿的这个芭蕾 他经纪的时候 财卫时经纪的时候 发现说 有很多事情有想到这种情形 这是什么总共 就是什么白 原因是什么 要怎么做方法 是 这个在我们 中国的这个 官吏来 在 你在这种基调 那么有的当初 这个有料 这个芭蕾 这个有希望 这个 这个翻误 然后 有一点点 这种裂开 有这个逼迫 所以 这种的 这个情形 这 我们在芭蕾 这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 原地 那么 它的这个 如果是 像重 比如说 它 更紧张 更小 大 像就更赔了 那么 这个通常 就是说 它是在 更紧张 这个时 那么 它 注意到 这个 温度的 这个 这个 变化 更大 的时候 那么 就很容易 很容易 出现到 这种 这个 这个 他的状态给他拔开 那么你这如果是比较大 就不是了 就不是这种经营 就是说他的社长 温度变化比较大 他的拔开 但是这已经比较大 那么这种拔开这种经营 这通常是一个 我们真菌性的病害 这通常有的人叫做 这个溃洋 他的这种溃溶病 那么这种病害 这个瘦皮 我们很容易去堵住 那么你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风地当中 比如说你如果是在拔开玩的 这个油的时候 在这个 掌心这家 稍微给他拔拔 因为这个我们在各馆顶 在各馆顶也有那种溃溶 有没有 他有一个 我们把垃圾很容易丢到 这一大栋 脱在地底下 他不是拔生 一大栋瘦 栋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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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所以这种通常 我们就是这个症的溃瘦瘦瘦瘦瘦 這就比較容易來這個三星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到這種的這個病 那麼會到這種病 這會到這種病 通常那個管底有當時 不知道你有注意到嗎 在那個寒冷的時尊 有一種頂點頂點紅紅紅紅紅 這種有的說紅的紅的 哪種叫紅的豬加到這種這個 這種這種病斑 那麼這種這都會去 其實這是我們在芭樂裡面 這有一個類似像 有創架這種的這個病 這是創架病 那麼這種創架病 那麼他如果是在這個藏頂 在藏頂就比較容易出現 那麼就是說你要是這個 橫林水分變化比較大 這種就比較容易 在基骨這隻家 特別在這隻家 比較容易來把他這個這個三星 那麼目前這種在基骨 所以尤其在主委那些地方 他會逼開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會一直滑下去 你就是說盡量 可以把那個鏤子稍微把它清一下 清乾乾乾乾乾 那麼把這個藏子 在那個地方給他灌灌 這樣起來呢 就能够把它给处理掉 较没得到这种 这是这个芭蕾的经济溃烧病 这个溃烧白 那么要用什么油 烤热镜 一种东西 有的人比较辛苦 会去加白河 把它擦在 尤其是让水更多 因为它河就变成水 较没去感染到 所以这个效果其实也还可以 这是这个在芭蕾里面 会去看到 你若是因为 因为水藏必须大藏 不一样大藏 这应该都是这种 一个症的一个溃烧病 大概就会有发现 你若是说看起来太多 因为开春的时候 河水多 这应该还没拌下去 这只在这个标面 那么你用这个油去拌 如果怕说落后把它装掉 你可以用这个油去拌 把它擦擦 用这个可热镜来用 这个效果其实还可以 有的人会用什么东西 用那个青棠酒灰 这些酒灰硫黄粉 还是青棠酒灰 这种的保护作用 把这个抗水把它保护起来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目前来说是噴这个可热镜 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 这是经不翻十六 把那些经不溃养病 这由我们的朋友 就做一个参考 好 好